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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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老師 開始前就是 先對著鏡頭微笑三秒 對 鏡頭在這裡 就當作是跟學生上課一樣 老師我們準備喔 好 來 3 2 1 Action 好 各位同學 歡迎來到波濤洶湧的量子革命 今天我們來到第五個單元 奇怪的光量子 我們先來講光電效應 走進中原大學3D虛擬攝影棚 熱絡氣氛查點以為是在錄 綜藝節目 就先來看看網路上阿文老師開講的 有趣片段 好 鏡頭 等一下 等一下 我以為是看這 不是看這裡 OK 我想是奇怪換了嗎 鞋子很舊 不要拍到鞋子 各位同學好 歡迎來到 波濤洶湧的量子革命 就是這段影片引起熱烈討論 長進的一鏡對阿文老師的評價是 覺得很棒啊 很多人 很多人看到都大笑 他的講法呢 就是可以直接的錄下來 從不NG 從不NG 就是很厲害 也是包含老師的教學經驗也豐富了 所以還蠻敬佩老師的 然後還有老師講話也蠻有趣的 就是蠻生動活潑有趣 然後而且他也會不自覺的都講到忘我了 那就把一些比較隆藏複雜的推導 數學推導拿掉 那把一些比較精簡的部分 那特別選擇一些故事性比較強的部分留下來 因為物理系的課齁 一般來講都不是那麼的有趣味 感覺有趣的人覺得有趣 如果一般覺得沒趣的人那個很故障 答應拍攝物理課程網路開講 初衷很簡單 就是希望更多學生們覺得念物理也可以很有趣 而且阿文老師還自爆 對鏡頭講課比較舒心 當然是對著鏡頭比較好 因為這年頭 事實上也不瞞各位講 因為就算是很有趣味性的課 一般學生三個小時的課上到後來 大家都是筋疲力盡 然後眼神呆滯 尤其是滑手機 趴著睡覺算是好的 滑著手機看影片什麼有的沒有的 那當然身為老師來講 這個對我們都是一種干擾 別看阿文老師講起物理故事如行雲流水 這一些內功心法可都是博覽群書 點滴內化而來 這些書的話 其實有一些是跟著我飄洋過海的 那有一些是在美國買的 有些在德國買 有些在英國買 那一路累積起來的 讀書範疇之廣 除了應用在課堂上 一開始當然覺得很新奇 大概從來沒有看過這種課 因為我從這個古文明 感覺就是一個很大的一個gap 跟level在那個地方 所以除非說這個老師 他本身可以把自己的研究 介紹得非常有趣 雙月刊每一次出刊前 對於眾多作者的作品 都會再三討論 但阿文老師總是能脫穎而出 有時候會在刊物裡面有兩期 像這個就討論了 韋伯跟亨利 翻開阿文老師的大作 電磁英雄陣頗受好評 這個系列其實是跟很多學子 是僅僅相扣的 因為對於很多學理工科的學生來講 你問他說 在物理這麼多的分類裡面 哪一個讓你覺得最痛苦 可能大概90%他都會回答 電磁學 把科學家當成故事主角 其實是阿文老師想複製自己 愛上物理的路徑 其實我一開始 並不是在學校裡面 對物理有興趣 我小時候是讀一套 威爾杜蘭的世界史 給他描述 牛頓 萊布尼茲這些人的故事 所以我那時候被那個東西吸引人 而阿文老師讓物理變有趣的努力 也成為一種典範 從他身上有學習到就是說 其實對於我們做念物理 做念科學的人 甚至做研究的人 其實我們不應該只 專注在所謂的科學這一塊 其實我們更應該 往社會面向或者往文學 或者我們講往歷史的方向去 去了解更多的事情 也許我們可以帶給學生 更不一樣的觀點 但是阿恩斯坦一畢業的時候 其實求職不太順利 讓物理融入生活 讓學生學會面對人生挫折 阿文K講 我們下次見